最近有新闻报道 中国航天自主研发的核能热电转换系统是车成功 这一重大突破 使中国在该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先际水平 但新闻并没有说明该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这让不少网友感到好奇 想进一步了解这种核能电推进装置的工作原理 正好有一艘外星飞船因故障在地球附近飘荡 我们应飞船主人要求前去维修 其料该飞船被遗弃已久 推进系统早就被人拆走到脉 只留下一个壳子 为此我们首先要给它安装电推进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是个圆筒 有陶瓷做的空心筒壁 外圈安装若干电磁线圈 在筒的中轴线上还有个反向缠绕的线圈 这些线圈通电后 就会在筒壁出口处形成指向中心的磁场 接着在另一端安装一个两端开口的环形枪式 并接上电源正极 向里面通入氢气或仙气 气体在这里会被高速电子撞击 而电离成正离子 电源的副极连接到一个发射电子的阴极 释放出来的电子 一部分会被线圈的磁场捕获 跑到圆筒出口处 在镜像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而螺旋下行 形成封闭出口的电子云 如此一来 阴极释放出的电子云 就和阳极枪式之间形成了电场 使枪式里的正离子顺着电场线加速 推射速度可达每秒数十千米 使圆筒获得推力 同时正离子雨流穿过电子云又被中和 避免了圆筒上的电荷积累 虽然这种电推发动机 目前最大推力只有约五牛顿 但贵载十分省气 比冲很大 能长时间工作来推动飞船达到较高速度 可是该发动机要产生五牛顿推力 需要至少一百千瓦的电功率 为此要安装将近三千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 同时飞船的激光炮也是个电老虎 所以供电只能另想办法 于是我们给飞船机身里 安装液化氦气和掀气钢瓶 通过管路将气体混合 使氦气的摩尔比例占70% 将混合器通入一个换热器 这里有个装着波210或者波238的罐子 在放射性元素衰变时 容器就会升温而成为同位速热源 使混合器加热膨胀 然后经过管路进入安装涡轮的机辖 在这里坐等伤膨胀 将气体内能变成动能来推动涡轮转动 从涡轮排出的气体温度依然很高 需要进入回热器里 向另一路气体放热降温 从回热器出来后还是没有凉头 再进入冷却器 将热量向太空辐射 变成低温低压气体 然后通进由涡轮驱动的压缩机里 经过增压后 又进入回热器吸收涡轮排气的热量 而升温膨胀 最后回到换热器里被热源加热 进一步升温膨胀 再次进入涡轮开始下一次循环 从气体的PV图看 换热器排出的高温高压气体 推动涡轮是在做绝热膨胀 气体的体积增大 温度压强降低 而后经过回热器和冷却器 做定压防热 压强不变 而温度和体积减小 接着进入压缩机里 被叶片绝热压缩 温度和压强升高 体积进一步减小 最后经过回热器 再回到换热器的过程 是定压加热 压力不变 但升温膨胀 该封闭曲线的面积 就是气体推动涡轮做的功 而涡轮不仅带动压气机 还带动了一个发电机 来输出电能 目前中国航天的此项技术 已达到百千码级别 恰好可以满足该飞船的 电推需求 由于氦仙混合器 在封闭的空间里打转 而PV图的曲线 又叫布雷顿循环 因此这套同位速热源发电装置 就被称为 氦仙混合工制空间 必是布雷顿热电转换系统 虽然名字很拗口 但通过本次维修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这套核电推进装置的基本原理 相信这能为您拜访长辈 恋爱交友 或对娃吹牛 平添一个理想的话题